《长相思》是一部改编自同华同名小说的古装爱情剧,讲述了《小妖》、《杨子世》、《枪炫》、《张婉逸世》、《图山景》、《邓维世》和《向柳》、《谭剑刺世》、四人之间的爱恨纠葛。 《长相思》以其独特的故事背景、丰富的人物性格、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和演员的出色表演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。 首先从剧情角度来看,《长相思》的故事线非常紧凑,情节跌宕起伏,让人欲罢不能。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情感纠葛,使得整个剧情更加丰富多彩。 剧中的爱情线索贯穿始终,让人感受到了《小妖》与《图山景》之间深厚的感情。 同时,剧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友情、亲情的故事,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 《香柳》的出现,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 四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,共同经历了一段波折重重的爱情传奇。 剧情紧凑,悬念叠起,让人欲罢不能。 其次从演员表现来看,杨子饰演的《小妖》,勇敢、聪明、善良,她的表演深入人心,让人感受到了《小妖》的成长与变化。 张婉易饰演的《枪炫》,深情而内敛,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《小妖》,不惜跨越千山万水,历经艰辛。 邓维饰演的《图山景》,英俊潇洒,才华横溢,忠诚善良,对《小妖》的爱情坚定不移,为了她可以付出一切。 谭剑次饰演的香柳,神秘莫测,外表冷峻,内心炽热,她的表演充满张力,成功展现了这个角色的魅力。 几位主演的表现都非常出色,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全视得淋漓尽致。 剧中,小妖与枪炫青梅竹马,两人相互扶持,共度风雨。 小妖对枪炫只有亲情,从未考虑过爱情。 枪炫想要保护小妖,却又不得一次次利用她,最终还想占有她。 小妖对香柳的感情复杂而深沉,她在爱情与国家之间挣扎,最终选择了为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感情。 最后,小妖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,终于找到了真爱,与图山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这种深刻的爱情故事,使得观众为之动容。 此外,从音乐配乐来看,《长相思》为《枪炫》,图山景和项柳都配置了专门的主题曲。 这种音乐与剧情的结合,使得整部剧的表现力更加强烈。 总之,《长相思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古装爱情剧,它以其独特的故事背景,丰富的人物性格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。 这部剧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,更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的佳作。